最近有女网友发文到澎湖旅游 请了私人无菜单的海鲜料理 一顿饭吃下来要价4万1 希望亲朋朋友别再踩雷 对此餐厅的老板回应 采购的过程都有给消费者看 9成5以上都是澎湖新鲜的食材 对于原波文的指控 他表示很习惯了 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中发文表示 一行人12位大人10个小孩 并贴出了老板给的报价单 澎湖百点龙珠5斤要1万8 澎湖泡馆两斤半要5千4 澎湖的蓄屑两斤半4千8等等 那个泡馆吧 那个泡馆 就那个泡馆5千4 对 它就只是烤熟 对 切片原味 百点龙珠5斤 对 1万8 对 我就不知道它跪在哪了 因为它上面 就是它也没有其他料理 我反过去看其他搜寻 人家一只龙虾一样的大小 他们做两匙 你跟我说收个两天我合理 那你这只是把它弄熟 然后切片上面给我放地瓜 然后放玉米片 放萝卜片 我之所以称为片 它还不是一块的 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然后你切片放在那边 连美来之都没有 好 就是我们大家就吃这样 我们觉得我们很像被 被人家狠狠削了一道 好 然后当天大家吃完 男生他们肚子饿 晚上还跑出去买那个 便利商店的便当吃 好 餐厅老板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那天总计出动的三名人手 一大早去采购准备食材 下午5点时到民宿开始料理 出餐到晚上的11点才收摊 全部都是澎湖在地野生食材 采购的过程也有露营给消费者看 他要求是一定要活海鲜 一定要活海鲜 然后 那活海鲜我当然都是要用活海鲜啊 因为 很多不同的行情吧 对吧 因为我不是用进口的东西啊 在澎湖做生意一定要 深蹬澎湖嘛 用澎湖在地的食材嘛 水果 青菜 海鲜 连猪肉也是澎湖的 葡萄猪 I don't care 因为我常常遇到这种价值观不同的人啊 对吧 你要 牛好又不是 让牛不吃草吗 你要吃活海鲜 还拿不出钱吗 针对网路发烧话题 澎湖无菜单料理一桌四万一 收费是否合理 还有一事贩售保育类大法罗 触法性的议题 县政府紧急以公权力介入 派出的消保官 以及农与局的官员前往调查 以维护多年来辛苦建立的观光以及暴雨形象 记者 陈荣誉报导